谈到无心在大多数人看来 她可能是舞台上最不起眼的人 游戏黑洞 肢体不协调 一品叉 腿粗 夸张表演等字样 都是网友用来形容无心的 本来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孩 在网民的吐槽下变得越来越不自信 甚至有点自卑 这个不想承认失败的女孩并没有放弃自己 反而试图改变自己的缺点 近年来无心确实改变了很多 过去穿着一品叉的无心 现在已经成为带货女神 通常综艺节目的参加 已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 无论是潘伟国还是徐海桥 CP感十足 粉丝也希望能在一起 今年36岁的无心 不是不想找另一半 而是担心耽误自己的事业 这么多年以来 无心一直在安静地工作 现在已经慢慢地取得了一些成果 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她的表演 在黄磊的摄影师堂中 演技备受吐槽 如今在爱上北斗星男友中 平静一绝成功翻盘 没有人是完美的 每个人都有缺点 有些部分是他们不擅长的 明星也是一样的 努力改正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作为主持人出道的无心 刚改了她的微博认证 从单个主持人的身份 她现在添加了一个身份及演员 这也是她新身份的正式关心 这还是官方认证 想必大家也不会吐槽她的演技了 虽然无心的表演 现在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她仍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有掌机 无心将继续参加一些影视剧 用她的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 期待她的再次专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